照照镜子吧 你所看到的是数千年来进化得出的结果 千年的进化让我们的脸看起来才有今天的模样 我们的耳朵、眼睛和鼻子皆是以最有效的方式所设计 在他们的帮助下 古人才能透过听到潜在的威胁 闻到食物和看到周围的东西以生存 所以如果只就功能而言 人体机制完全没问题 但如果我们要讨论设计、比例和视美丽的关键 我们总能记住一张脱颖而出的脸蛋 我们更容易记住大耳朵和宽下巴 但我们在无意识中所感知到的美 其实在于对称和比例 你可能看着某人却不知道为什么对方让你印象深刻 但事实可能是因为他们脸蛋比例很特殊的关系 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是由数学所控制 其中最知名的现象就是黄金比例 你知道的,我说的那个便是永无止境延伸的螺旋 真的,就像圆周率一样 它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数字 黄金比例的概念其实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有了 但直到16世纪才有了数学公式 PHI从1.618开始 这个数字永远没有终点 它代表着我们周围世界的美丽和完美 让我们回到人体面部的黄金比例 理想的外貌意味着脸部的每一部分 与另一部分之间的距离成比例 鼻子不能太长或太短 耳朵不能太大或太突出 两只眼睛的距离不应该太大 它们也不能靠得太近 人们认为,拥有这种比例的人 便拥有完美的脸蛋 但即使一个人拥有这些完美的面部特征 也无法保有这张完美脸蛋一辈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脸部的某些部位会慢慢变大 或者,举例而言 你的嘴巴和鼻子之间的距离会慢慢变大 或者相反,会慢慢变小 更不用说,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的某些特征 比如眼睛、颧骨或内下核线 会发生变化 并破坏原本的完美黄金比例 所以,想象一下 有个长着一张完美脸蛋的人 从捷运里走出来,撞到了你 现在,想象每个人都有这样一张脸 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有着对称的脸 就仿佛他们是工厂所生产的那样 我们的身体也必须适应这种对称性 这样,我们的手臂和腿才能具有相同的长度 从头部到躯干的距离 也会不同于我们现在头部到躯干的距离 躯干和双腿之间的距离也是如此 这样一来,由于平衡不易 行走也会变得相当困难 但不管怎样,想象一下 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 只是你是唯一一个没有黄金分割比例的人 当你早上醒来的时候 你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些变化 但现在,你走在街上 把手机放在耳边 突然,你注意到 有许多人盯着你看 一开始,你没什么在乎这些视线 继续过着你的一天 但人们还是持续以奇怪的眼神看着你 你把手机塞回口袋 意识到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长得很相似 除了你之外 在这个世界上,人是完美的 他们不需要担心早上会有什么事情破坏他们对自己的信心 甚至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预测到自己在40岁或退休时的模样了 所有人都试图避开你 没有人敢靠近你 你拿着一面镜子走进一家商店 你的脸还是那样 你回到外面 但不知道怎么回事 周围的一切突然都变成了别的东西 汽车看起来不一样了 他们现在整个具有完美比例 灯柱现在也变短了 能带来完美的光圈 感觉仿佛你在某种玩具世界里 人们甚至以同样的方式行走 你接到你朋友的来电 他请你去见他 你跑向公车想找个座位 但是座位也不一样了 现在你再也坐不进去这些座位了 你下了公车朝你朋友的家走去 你一进去 他便吓了一大跳 他的脸也变了 在你的朋友冷静下来之后 他建议你最好试图去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你找了个侦探 付钱请他查出真相 但是无论这个侦探有多专业 他始终破不了这个案子 这一切完全没有缘由 就仿佛世界在几秒钟内突然发生了变化 在一天结束的时候 你挫折地回到了家 你想如果你睡着了 也许隔天你醒来时便能回到原本美好的旧世界中 但到了早上一切都还是一样 几周过去了你仍在努力地适应着 但每个人都还是继续盯着你看 最终你被开除了 你只能整天待在家里 什么都做不了 感觉仿佛你很久没出门了一般 甚至你唯一的伙伴 你的金鱼 现在看起来也很奇怪 不仅仅是人 世界上的一切都遵循着黄金比例法则 包括动物 让我们以一只黄金猎犬为例 它的鼻尖到耳朵的距离 现在也完全不同了 是啊 这只狗现在看起来没那么可爱了 而猫咪看起来也显得有点奇怪 你跑去进行狩猎旅行 并观察周围那些神奇的动物 你看到犀牛 大象和长颈鹿 试图躲在阴凉处避热 你搭乘的旅行吉普车 也以符合黄金比例的方式进行设计 你发现一只长颈鹿 在离车子不远的地方徘徊着 你拿出双筒望远镜 想看得更清楚些 在不那么完美的世界里 长颈鹿的脖子通常很长 这样它才能吃到树梢上的叶子 但现在 尤其黄金比例的关系 长颈鹿看起来就像美洲驼或骆驼 具有相同的脖子长度 接着 你看到远方 有一群狮子 它们看起来有点像盒子 它们的鼻子形状怪异 看起来不太好看 但它们的比例 严格来说确实正确的 只是 这其中有个问题 狮子的嘴巴和下颚 是用来咬和抓食物的 但比例改变后 它们便无法真的去抓咬食物 你在亚马逊河上 沿着河流徒步旅行 突然间 你看见了一条蛇 但它没再干嘛 就只是躺在那里 卷成完美的一团 你周围所有的植物 看起来都非常匀称 你不禁想 这一切看起来 实在太完美了 根本不可能是真的 现在 你已经越过了蛇 但前方 还有另一个威胁 有一只美洲虎来到你面前 它的牙齿 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伸了出来 事实上 这条美洲虎看起来 甚至还有点可爱 且没有旧世界里的美洲虎 那么可怕 你现在在埃及 看着古老的金字塔 你对这些 令人惊叹的纪念碑 感到敬畏 令人惊讶的是 在这个完美的世界里 它们看起来 就像在正常世界里一样 有些数学家认为 吉萨大金字塔 堪称使基底和高度 呈现出黄金比例的 完美范例 但是 这个建筑是人造的 并不是自然的产物 在我们的世界里 没有什么是完美的 也许这样更好 人们有高 有矮 有鲜瘦 有矮状 不完美 让我们显得美丽而独特 世界上有些东西 似乎符合黄金比例 例如 向日葵或松果 但它们还是稍微差了一点 PHI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 贝壳 变色龙的尾巴 蜗牛的壳 和其他螺旋形的东西 都不符合黄金比例 尽管乍看之下 你可能会以为 它们符合黄金比例 这种混淆 这种混淆 其实很常发生 但最终 数学总会胜出 无论如何 请记住 美是主观感受 在PHI 在自然界中的展现 并不是让世界 变得如此美妙的原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